什么才是有品质的生活 作者林清玄 有好多人喜欢讲生活品质 他们认为花的钱多 花得起钱就是有生活品质了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吃饭时一至万金 在制衣时一至万金 拼命地挥霍金钱 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如此 他的答案是理直气壮的 为了追求生活品质 为了讲究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 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 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 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 这才是生活品质 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 做到最完美而无懈可击的地步 是生活品质 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 种成最好的收成 是生活品质 穷人买一个馒头果腹 知道同样的五块钱 在何处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馒头 是生活品质 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 花最便宜的钱买到最好吃的豆腐 是生活品质 整个社会都能摒弃那不良的东西 寻求最好的可能 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 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 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 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 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 往往使人误以为百阔 奢靡 浪费 就是生活品质 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 进而 使人失去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 只好追逐名牌 用有名的香水 服装 皮鞋 以致名建筑师盖的房子 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 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 有钱人从头到脚 从房子到汽车 从音响到电视 用的都是名牌 那些名牌多得让人忘记了自己名字 一般人心献之鱼 心生悲屈 以为那是生活品质 于是 想尽方法 不择手段 去追求生活品质 甚至弄到心力交促 含恨而死 真正的生活品质 是回到自我 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 在这有限的条件下 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 再进一步 生活品质 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 因而有自信 有丰富的心胸世界 在外 有敏感直觉 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 在内 则能 居漏而依然能够创造 逾越多元的心灵空间 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 它不是从与别人比较中来的 而是自己人格 与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也不是从与别人比较中